后面的话呢 还要再丢给他 我们将来要秀出来的相关的这些东西 再跑回圈把里面的东西抓回来 最后再秀出来 基本上 光这些 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说 头就晕了 这一串 其实是主制串 最后把结果秀出来 如果我今天不用支掉裤的话 其实就是刚刚看到这个 这边 显示所有的 按下去之后 他就把所有的东西 把它串接在这里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做的动作 Data 后面资料比数 等于什么 等于r.row.lex 实际上就是这个 r.row.lex 实际上就是后面这个数字 3 也就是说我传回来结果 再丢给这个r r的话里面 r实际上有点像是 我放在一个虚拟的 表单 table里面 然后呢 他的.row 就是他的列 有几列 .lex 是长度 这总共有三笔 OK 后面的话秀出来 就是也是把这一串 for回圈 做出来的结果 实际上就是这个 但是这对一般来说应该是 很复杂的 那有没有办法简化 如果说你像这个资料不多的话 我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 这样子 这个是local storage 的结果 这里面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改完之后 他就 少了很多东西了 实际上 刚刚那一堆有没有 最后改完之后 剩这边 OK 那这边有哪一些 是一样的 data 一样存在 等于什么 资料笔数 那资料笔数我怎么知道是 三笔呢 从哪边知道呢 其实前面讲过吗 从local storage.lex 不就知道 有没有我新增几次吗 lex里面就知道所以 不用像database 一样的麻烦 还要去里面在 再把它查完之后 抓到他里面的什么那个 肉里面的 lex 其实对一般来说 也头晕了 那这来 换航符号 这个应该没问题 后面再换航符号 OK 再来把底下东西 全部跑完 放在这里 那全部东西跑完了 其实这个我想前面应该有印象 那个local storage 有没有练习 就是for回圈 把它从0到 logal storage 小于 里面进回圈 那回圈里面我把什么 里面的资料 用key 再来把这个顺便 我把这些东西放在 里面的 那边的